在家修行确实不容易 而且在家修行 很多时候人在红尘中打转 心随静转 环境一好 开心了就多做一点 环境一差 不开心了就少做一点 这个也叫功德有漏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 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 所以发心非常重要 尤其一个念经做功德的初始心 更不容易 师父还说 你们如果不把这些搞懂 可能连脱离世俗的五欲六尘都很难 接下来 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 这位同修分享道 昨晚睡前看了博客上 11月26日最新的精彩感言摘录 看到众多师兄们分享的殊胜的场景 我好生羡慕 我好生羡慕 同时又深深地为自己这十年来没有好好精进的努力而忏悔 没有珍惜 没有珍惜当下 我已经好久没有梦到师父了 但是我知道师父一直都在 凌晨五点多 我真的梦到师父了 师父像是刚开完法会 还是穿着熟悉的黑西装 感觉师父很瘦很累 师父走到广场来 大家都围坐在师父身边 听师父的开示 我走到师父正前方 师兄们的后边空位坐下 旁边的师兄们说着话 又互相分着吃东西 我都听不清师父所说的话 我为他们没有好好尊重师父而难过 后来听到师父问大家好像是遇到问题怎么办 我好开心地大声回答 用三大法宝念经许愿放生啊 哦 是五大法宝还有大忏悔和白话佛法 师父听到声音走到后面来看我 他说没带什么礼物给我 转身回去找到了个音乐盒送给我 我们想什么师父都知道 感恩师父 我一定精尽努力依教奉行 珍惜末法时期的最后一班法船 感恩师兄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今天早上六点的时候 做了一个很清晰的梦境 现在分享与师兄们 愿与师兄们一同共沾法喜 共睦佛光 升起信心 依教奉行 以戒为师 尊师众道 精进修行 坚持佛道 以心向佛 梦见 情景是这样的 师父用法音传话 此刻我一抬头 看见师父亲自慈悲加持 正在天上大发光明 瞬间照耀缩破世界国土的云云众生 照耀每一个正信正念 尊师重道的佛子 那种光明 像激光一样 变洒世界每个角落 瞬间让人生欢喜心 内心清净光明 没有尘埃 我跪着 一直致成顶礼师父 把心中的愿力 又发了一遍 梦中的殊胜法喜 正好验证了佛陀所说 师父大波涅槃 天上会大放光明 加持缩破世界 云云众生 真实不虚 感恩同修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天寒地冻 中国北方放生 很冷很冷 但是想到师父 想到救命 再冷再恶 再累也无所谓 我们的恩师 带众生受苦 放生 这点苦算什么 只要天上不下刀 必须去救 鱼宝宝很乖呀 不肯离去呀 众生真的可怜呢 我们是鱼儿的救命稻草 它们的头保住了 我们要学习 师父吃苦的精神 菩提金刚的意志 学习观世音菩萨的 大慈大悲 非常开心 今天救了三百多条刀下鱼 随起赞叹师兄的发心 功德无量 师父在天上都看着我们 给我们大加持 大能量 莲花朵朵呀 感恩师兄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无比怀念台长师父 弟子知道师父的期望 弟子已经许下了两个愿力 祈求诸佛菩萨慈悲加持弟子 跨越自身夜里的纠缠 化解冤结 顺利精进完成这两个愿力 弟子的心和师父的心 和观世音菩萨的心 和诸佛菩萨的心 永远紧紧的联系在一起 弟子时刻牢记心灵法门的三大法宝 并运用念经 放生 许愿 三大法宝 怀念师父 追忆师父 今日的离别 只是暂时的 是为了更好的相遇 下一个地方 和师父再见 就是心灵净土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 不如法之处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 自己悲 不让师父悲 不让师兄们悲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听师父 讲一个小故事吧 有一年 美国在洛杉矶召开了作家的峰会 许多作家应约而至 当几乎所有的人 都在炫耀他们的作品的时候 只有一个衣着朴素的女人 安安静静地坐着 微笑着在倾听着 他身边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作家 喋喋不休地向他吹嘘 自己一百多部的作品 最后他被问及 有几部作品的时候 因为这个男的不停地就跟这个女的问 最后他问 夫人 请问你有几部作品的时候 他微笑地说 我只写了一本书 他身边的这位作家 立刻得意起来 又问他 啊 夫人 您写的这本书的书名是什么 他只答了一个字 Gone with the weighing 飘乱 乱世家人 那个作家 立刻 羞愿的不说话 这个女人 就是 他用自己的谦虚 微笑 向世人 向世人展示了 他收敛自己光芒的 人格魅力 感菩萨 感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在一起听师父的几句 佛言佛语 世间欲望无止尽 有为而为 贪恋心 放下名利 智慧声 清静圆满 懂感恩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 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 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